科學和我們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 他們明白到這一點 他們就會比較有興趣 還有知道學習科學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可以影響社會 宣傳方面我覺得可以做多些 例如香港科學院 經常有宣傳科學研究對香港的重要性 宣傳做得多自自然 我覺得大眾就會明白 原來科學對社會的關係這麼緊密 大家的氛圍慢慢就會轉變 我們一定要轉變 因為如果思維不再轉變 我覺得我們的競爭力就會越來越低 對整個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一定有影響 各方面我覺得社會和政府都應該重視 科研人才的培養和他們以後的發展 我自己是一個科學家 我是非常之熱愛科學 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做一個科學家其實都需要有一些條件 我們一定要有好奇心 我們要有想像力 還有我們要勇於創新 這是作為一個科學家 一些比較重要的條件 也都要有誠信 因為我們發現 那些新的知識 大家要相信 誠信很重要 還有一定要用嚴謹的態度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還有科學很多時候 我們做實驗經常都有失敗 我想失敗多於成功 所以我們一定要勇於去接受這個困難 而繼續去嘗試 所以其實堅持是很重要的 都有不同的突破 最近的突破就是我們發現了 這個叫做Alzheimer's disease 某一個蛋白是異常被激活了 異常激活就會產生 影響了我們的認知能力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我們隨著這個發現 我們就在中藥找了一些小分子 可以抑制著這個蛋白的活性 也都發現這個小分子可以令到 在老鼠的模型 他們本身的認知能力受了創傷 但是吃了我們這隻中藥 他們就恢復了正常的認知能力 所以我們的研究 其實是把基礎研究和轉化方面 即應用研究合在一起 技術上的突破就是 譬如在光緯傳學 各方面是有突破 我們現在研究的腦 可以很精準地在腦的某一個區域刺激它 以前是不行的 現在就因為有了光緯傳學 它可以令到我們在老鼠某一個地區 刺激某一些老細胞 令到我們可以增強記憶 這些就是因為這麼先進的技術 而令到我們可以增強記憶 可以做得到這方面的研究 推動科普的教育 正正就是剛才我說的 這個太重要了 即我們要希望社會明白科研的重要性 希望可以吸引到學生去做科研 在政策上或者可以提一些意見給他們 即作為科學家 我們可以幫助政府推動這方面 港科院可以 譬如促進科學界的交流 即不單止只是在香港的科學家 我們會經常邀請外國的專家來香港 即和我們本地的科學家 和學生交流 一定要有家人的諒解和支持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 因為他們對我的支持 他們是明白科學對我來說很重要 包括我先生、我兒子、我女兒 其實他們是完全明白和完全接受 我是想做一個科學家 我希望在科研可以有貢獻 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他們明白和諒解 令我很投入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我們會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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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貢獻